《慕村托載》 被譽為最強聲二代的 牧村托載的女兒 牧村光熙 這天就在香港為代言的 時尚品牌出席活動 光熙一出場 就有善地和大家甜笑揮手 還配合記者拍照 Hello Hong Kong My name is Koki I am grateful for Chanel's vacation today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Hong Kong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city So much to see around And obviously to eat around as well I am really honoured to be the beauty ambassador of Chanel And I am privileged to have this lovely opportunity Here is a whole Chanel pop-up store looks amazing I hope you all enjoy ton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不過光熙最後只現身兩分鐘就走了 連同場的何超年都沒有機會和對方見面 但是超年就大讚光熙很美女 我覺得她笑得很甜 而且15歲實在是太漂亮了 我15歲的時候整個就像一顆總杖的麵包 對她好美 最近剛剛去了芭蕾參加時裝周的超年 一回到香港就立刻繼續做慈善的工作了 最近滅室 因為知道香港很多劏房和農屋的衛生情況不是很好 而且夏天香港很悶熱 所以我們就自己買了一些滅室的東西 噴的殺蟲劑去幫他們滅室去噴 其實都很辛苦 因為他們不會有冷氣 你進去又要污進他們的床位 逐個角度幫他們噴 所以其實我 你基本上留一個地方留一個小時左右 那小時你離開環境 你走到外面已經開始全身都痕 由頭痕到腳 你已經很希望快點回家洗澡 然後洗走那些塞在你身上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值得關注 很希望可以幫到他們